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KK 今天我换了一个玩偶 是我的本科母校 多伦多大学的一个Mascot 一个吉祥物 可以这么说 我为什么特地选这个呢 因为DOMO君 他一直都很生气 然后我这个小视频呢 主要就是想要 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 我将要做一系列的 视频关于 我自己这一个 非传统问题少女的 个人成长之路 同时也会讲到很多关于 女性权益 性别平权 讲到传统与非传统 以及打破传统标签 这一方面的东西也会讲到偏见 表现与偏见与金钱的关系 以及人的 边界发怒 自我关怀等等等等的一些话题 这只是目前我现在在录的这个视频 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笼统的一个 就是等于说 算是一个introduction 就是一个对接下来要录的一系列视频的 一个介绍 一个简单的介绍而已 也不算是介绍 哇 起子 对算是一个起子 所以我今天 今天是3月8号 国际妇女节 祝大家国际妇女节快乐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 开心 自己可以是 妇女的一员 我也觉得这个词 真的是 我不希望用女神来代替 或者女生来代替 我觉得我们都是妇女 to be honest 我觉得用女神或者女生来代替 多少是有点在污名化妇女这个词 我个人觉得 当然你可以跟我有不一样的意见 totally fine ok 所以就是 我为什么要找这个Domo君呢 因为他经常发怒 来做今天的那个猫儿玩具呢 因为他一直都在发怒 我觉得angry woman这个 这一个形象一直都是 男性社会 就是男权社会 对于女性 有自己的情绪 有自己的 见解 不一样的见解的 一个污名化的一个 一个表情angry woman 发怒的女性 所以我今天在妇女节这一天 专门找到一个一直 一直生气的Domo君 多可爱啊 我一直觉得Domo很可爱 这个是我在本科的时候 本科读书的时候买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 今天它是我想要 放在视频里的一个猫儿玩具 我觉得看它也挺治愈的 我看了它就想到我自己 发怒的样子 还蛮搞笑的 我一般很少发怒 但是我一发怒的时候 还是蛮可怕的 真的to be honest ok 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吧 我其实真的一直觉得 我自己是一个非传统的问题少女 所以今天是妇女节 我就专门来录这个视频了 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这个视频 就一系列的系列视频 就讲述自己是非传统的问题少女 也讲述一些社会现象 以及自己这些年份的错误 和个人成长 和一些人生感悟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的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成长 我的个人 个人所掉的坑 或者是自己的不成熟的地方 和自己的一些 在成长过程中的偏见 和金钱不健康的关系 还有边界 还有文化问题 这些东西我都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也不是为了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哦原来有这样一个perspective 有这样的一个人 经历了这样一个故事 大概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娱乐大众 对就娱乐大众 同时也给我自己一个record 对吧就是 以后老的时候回头看就觉得 哇自己好幼稚哦 好傻哦 好傻叉 哈哈哈 但是真的这些都很宝贵 这都是我的回忆嘛 都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那我也欣然接受了 我觉得接下来视频也会打破 就接下来一系列的这些视频 都会打破对 传统对美兽 以及完美的这个执念 也会打破 女性要满足她人期待这个标签 也会 撕破 撕破 撕破撕掉 女性也需要满足她人期待的标签 也会撕掉 温柔温顺 顺从的标签 也会撕掉 好女孩 这种标签 也会撕掉 要牺牲自我这个标签 也会撕掉 服务她人是最终目的 或者是什么 婚姻是最终目的 或者是生孩子是人生最终目的 当然我不是说 这些都不是最终目的啊 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的 定义不一样 就是价值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不能用我的自己价值观 来要求别人的价值观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价值观不是单一的东西 是有多元的 是多元化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也不 但是在传统文化中 无论是哪 可以这么说 就在女性 就是对女性 一些stereotypical的一些认知中 就是比较刻板印象 或者是教育中 大家都可能会对女性 有单一的一种期待 结婚生子 或者是需要她 事实完美 所有都考虑她的感受 不可以烦恼 一点温柔 顺从这些东西 我都希望给另外一个不同的 让大家听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吧 可以这么说 而且标签这种东西 对于不同人来说 就像我说的价值观 对于不同人来说是不同的定义 所以每个人的价值观也不一样 那么标签对于不同人来说也是意义不同的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的标签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比如说我是一个女儿 我是一个gender diverse woman 就是gender diverse woman 就是性别多元化的一个女性 我是我未来孩子的妈妈 我觉得 我是想结婚生子的 所以我应该就是 一定会是我未来孩子的妈妈 也有可能是亲友会加上职业者 谁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以后孩子的性向是什么 对吧 然后是我未来伴侣的 未来伴侣 我会我自己的价值观 其中一个family 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希望有自己的家庭 和有自己的另一半 有自己的另一半 然后和另一半 自己爱另一半 有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的标签其中一个也是我未来伴侣 未来伴侣 然后我从小就住校 所以从小就和家人的相处的时间真的很少 很少很少很少 我以后也会出一个视频 专门讲我们家 我和我家人的dynamic 就是家庭氛围 还蛮神奇的 就是很像朋友 但经常 但经常有价值观碰撞 或者是 怎么说 他们很少管我 嗯 这个 今天先不在 先不在视频里面讲的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个 比较奇葩的家庭氛围 他们真的很少管我 我从来就像一个没有人管的孩子 然后 所以我就 我从小就住校了 所以从小就与孤独作伴 我也觉得自己是forever alone 嗯 毕竟multi solo multi solo 嗯 也比较孤僻 性格也 我可以跟人social的很好 也 但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是一个人 待着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 虽然很多人不相信 他们觉得我就是非常外向 但其实我真的是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 嗯 我每次跟人social 那时候我都就是感觉自己学潮 遥孔遥孔 然后我在自己的标签 还有一个就是 我是一个forever average student 我并不觉得 我能上多伦多大学 或者有时候硕士上 哥伦比亚大学 代表我是个学霸 或者怎么样 我不觉得 我觉得家庭的环境 以及能运用的教育资源 以及父母的 能够提供的一些教育 嗯 教育资金 都是 这些因素都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我能上这些学校 并不代表我 比很多很多人努力 而是代表我有一定的努力 同时结合了家里面的资源 可以让我去多伦多大学读书 可以让我去 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我这是非常客观 在分析我自己的 自己的一个情况 对 我也很感恩 就是自己能有 嗯 自己可以上这两个大学 因为这两个大学 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还有 那个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都讲什么 我差点忘了三观 是哪三观了 对这三观的行程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都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就真的很感恩 就是 能有这样的privilege 去上到大学 上到一个比较好的大学 也非常 我也非常可以 非常好 我也可以非常好的 aware of my privilege 就是我从来都不觉得 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先要承认我拥有 我才可以知道 我怎么去回回社会 这是我在社会工作学院 学到最大最大的一个 always check my privileges always be aware of my privileges 就是永远都要检测自己的社会优势 自己在社会上 拥有的一些特权 作为留学生 其实也是一种特权 或者是上一个好学校 也是一种特权 这些东西都是 我每天都要提醒自己 要去check的 就需要检测的 我呢 曾经是一个重度抑郁情绪的幸存者 我不能说自己有抑郁症 因为我没有被诊断过 这样对被诊断的人不公平 我也是一个食物成瘾者 我是一个食物成瘾的幸存者 我以前病之一听和stress 就是我以前 处理自己焦虑的方式 就是stress一听嘛 就其实也是病之一听 但是我自己也没有检测过 是不是食物成瘾症 是不是这一个症我不知道 但是我确实有食物成瘾的这个征兆 我也是食物成瘾症的幸存者 我是一个霸凌幸存者 我经历过霸凌 我也知道 当一个人在一个环境中弱势 是动我无助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一直都是我内心中的一个痛 我花了15年去自我疗伤 有些时候 trauma 创伤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 它有可能创伤发生的时候 一两年期间 它可能不会显现出来 它可能过了四五年 甚至十年后才会显出来 所以就是 有些时候 不知道哪一个扳机事件 不知道哪个trigger point 就让自己的创伤复发了 然后自己需要一段时间 默默的去疗伤 默默的去与自己和解 默默的去 让自己从过去的创伤中走出来 我也是个性骚扰性存者 就是 我曾经在老人院做医工的时候被言语性骚扰 而且被遭遇过 一次洗凶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去老人院了 而且我对男性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非常害怕男性 因为我总觉得每一个接近我的男性 都会像那个洗凶我的那个老人一样 或者是对我言语性骚扰的老人一样 和员工 那时候也在 老人院的时候被员工也言语性骚扰过 所以 当me too movement 他这一个 social movement出来的时候 我一不容辞的sign up for myself 一不容辞的就 加入了 然后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因为我想让更多人看到 这 这不是我们的错 It's not really our fault 真的我们只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去 vocalize 我们需要去为自己去发生 去为更多的 遭遇过相同事情的人去发生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也是富权 富男女性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也一直 没有停止过 做feminist 做一个女权主义者 因为我觉得性别平权 反对性暴力 性骚扰这些东西 反对 反对 厌女情绪 厌女症 然后以及去empower 父权父能 其他女性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我这个人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 我曾经在工作的时候 在某个知名博物馆 也遭到我client的言语性遭扰 我当时是真的 体验到了什么叫male gaze 就是男性的凝视 那个当时那个client真的是 当时那个客户真的是一直都在男性凝视我 然后讲一些非常 非常让我不舒服感觉不安全的话 然后最后 我的supervisor就让我回家了 他说 你现在回家吧 我觉得这个环境也不太适合你 你之后再来上班 我说好的 所以我的当时信号 我的supervisor是个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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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当时的 上司是一个女性 所以她就很照顾我这另外一个女性 所以woman empowerment 真的很重要 就是在国际三发妇女学 我也要讲这句话 一个女性帮助另外一个女性 一个女性 一个女性父权父能另外一个女性 一个女性 Lift people up Lift others up 就是一个女性 去和另外一个女性一起成长 真的很重要 然后 而且做gender 议题的 或者关心gender议题的 都是战友 都是包团去男的人 我也很开心 我在这一路上 我在联合国遇到了真的对gender很感兴趣的人 我也很感谢 我在这一路上不仅是在联合国 还是在自己做公益的途中 还是在自己工作的途中 后来在心理诊所的途中 都做了这些东西 我觉得真的还蛮重要的 做gender的人一起包团去 就是 大家都share同一个价值观 世界观 大家都分享的是同一个价值观 都是世界观 一起去做 为女性权益 一起去为女性权益奋斗 性别平权一起去奋斗 真的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也非常感恩可以遇到这些 在性别平权上面 一直都切而不舍 一直都在非常努力的战友 真的很感谢她们 在 真的很感恩遇到她们 然后 对 在三八妇女界一定要给她们一个C位 感谢她们 谢谢我之前的合作伙伴 也谢谢之前我在性别议题里面的一些 性别议题一些讨论小组里面认识的那些自身带光网的人们 谢谢我在联合国 一起share同一个 怎么说 同一个热情 同一个passion 同一个梦想的小伙伴 也谢谢我之后 所有通过 比如说微博 因为我 因为我 微信不用了 那就微博 或者youtube 或者是其他渠道认识的一些 同样也关心性别议题 性别平权 女性 女权主义 女性权益 这方面 或者是女性 女同教育 性教育 这等等这一些议题的战友们 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 很感恩遇到你们 真的 谢谢你们 嗯 我 还有一个对自己的表现是 我是一个不完美 有很多缺点的人类 因为 我这个人吧 缺点很明显 优点也挺明显 哈哈 当然优点没有缺点 那么多了 但是 真的很多缺点 但是我也只是个人嘛 我也不是什么 什么一国总统 或者是一个领导人 或者是什么大的公司的高官 什么之类的 这些人他们需要更 强的决断力 更 成熟的厨师方式 更要沉稳的一些厨师模式 但是 我这个人 就很普通啊 我 比较傻 对 然后 没什么 就是 也没什么 特别的地方 就挺普通的一个人 而且我这个人特别容易 冲动 也不太会 考虑事情考虑得很重要 所以就 也只能一直做一个普通人啦 而且我还蛮开心的 一直做一个大千世界普普通的一个螺丝钉 做一个庸俗的 大千世界普普通的螺丝钉 我还是 我觉得 对我来说很渴 非常渴 就是 我对自己的认知是非常清晰的 然后 我是千千万万为自己 未来努力打拼的 有学生的一员 嗯 我也是千千万万社会工作者的一员 而且我 然后通过 因为我自己做社会工作的一些经历 我 觉得我更想去读一个法学院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 以后想做一个 人权律师 未来的人权律师 然后我也相信我未来的路 自己会走一个 会 自己会慢慢走出来 未来的路 所以我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标签 贴在自己身上 因为都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做人权律师的很多 我做的律师 我人权律师的大部分 也是因为我很关注性别这个议题 我想会 我想尽我自己所能 为我身边 以及我能接触到的 受过性骚扰 性暴力 家暴 以及各种操控 或者emotional abuse physical abuse的 女性 都为她们维护自身的权利 然后这些标签呢 对我这个人不太 不太害怕给自己贴标签 因为我觉得 专重标签对我而言 都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那我就 欣然接受 并拥抱她们 我就是一个 问题少女啊 就是这样 有很多亲爱的很多毛病 但是我也没有停止过成章 我 我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还挺能吃苦的 就我吃过很多苦 因为我的性格 也 也 犯过很多错 但是也成长了很多 找时间 而且特别有趣的是 我经历过这些 就是我觉得 我经历过 严重抑郁和 食物成瘾 我 我经历过这些东西之后 然后 我经历过 长胖长到快180斤之后 我好像 这好像是我 特别 能接受自己 特别爱自己的一些契机 特别有趣 我可以找时间给大家 或分享一下 我18岁转19岁时 给自己写了一篇文章 如今7年 我觉得我 真的 特别有趣 这个转变特别有趣 我变了不少 就是我 没有再抑郁了 我也不再自我延误 或者是 不再逃避人 我也找到了自己 存在的意义 也可以更好地爱自己 也相信自己 可以给他人 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 正面影响和积极向上的能量 所以说嘛 人生是一条很长的路 慢慢走呗 而且我才是25岁嘛 那回别过去25年 我的人生才刚开始 不是嘛 就 还会继续犯错 还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还会 不可避免的 人生那么多坑 我不可能全 过去25年全才完了呀 可能还会有坑 但是 我从来都没有拒绝过自己去 学习和成长 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 而且 特别有趣的是 就是我自己找到了一个 处事的一种方式 也不是处事方式吧 就是 我这个人 特别容易钻牛角尖 真的 特别容易钻牛角尖 有些时候我真的会 有些时候别人不在意的东西 我会往心里面去 或者别人说了一句话 我就会一直钻着这个牛角尖 钻下去 或者是我以前经历的一些事情 我一定要找出来原因 我是那种 一定会要找出来 到底是什么 让我经历了那些事情 就 所以我最后发现了一个 我自己自制了一个 自我疗愈的方法 就是如何让自己 以最快的速度认识人性 和找出过去发生一些事情的原因 和各种影响因素呢 我自己的见解 或者和我一直都在实行这个 就是在自己 可以承受各种可预见 和不可预见的 压力的情况下 去经历一些 让自己困惑的 相似的事情 并分析不同的因素 做各种自己以前 想要尝试 但没有尝试的事情 这样不仅不会遗憾 无论后果如何 也会有底气去解决问题 和承担后果吧 因为我 我这个 为什么说就是一个自我 自己自创的一个 自我疗愈的一个方法呢 因为这个 就是方法管不管用 还是分人 这个方法对我是比较管用 这也是我自己 自创的一个自我疗愈方法 就是 我不怕经历事情 而且我也会判断 这个事情的后果 假如我 就是我能不能承受 如果觉得自己能承受 那我就会经历一些 让自己困惑的相似的事情 并分析不同的因素 然后来分析以前 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情 然后找出原因 然后做自己 以前想要尝试 但没有尝试的事情 这样不仅不会留遗憾 无论结果如何 也会有底气去解决问题 和承担后果 所以过去25年呢 我的人生大方向是没有遗憾的 该尝试的 差不多都尝试了 我也知道了我成长 过程中的一个个短板 和遇到各种事情的原因 和各种影响因素是什么 从你以后做事呢 我也会越来越笃定 也会越来越甜蜜 因为我觉得 热情这个东西 它也是双刃剑 我觉得人和人 还是不能承受的太快 保持健康的边界会比较好 这也是我的坑的 自己经历的坑的其中一个坑 以后再讲 对以后的视频再讲 而且 过去25年呢 我的包子性格也被自己治好了 我 我 现在 angry woman和 就是 发怒的女性 和刺头的民生在外 以前认识我的人 估计都从来没有想象过 现在的我会是angry woman 或者是刺头 这也蛮神奇的 经历造就人 环境造就人 当然了 以后也会出一系列小视频 来唠叨叨叨叨 就是接下来 会出一些小视频 来唠叨唠叨叨 这些年 我所犯的愚蠢的错误 和不成熟的错误 还有 我自己 他那些 愚蠢的 偏见 标签 与金钱的不健康的关系 我以前与金钱的关系 都不健康 其实也跟我原生家里有关系 因为我的父母 他们表达 就是因为我讲过 我和我父母 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相处的时间 我从小就住小 小时候爸妈 因为没有办法陪着我 他们表达爱的方式 就给我钱 所以 我与金钱不健康的关系 也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 我一直都以为 帮别人付钱 请客是对别人的爱 但其实 最后 自己走上 就真的跟人私底下交往 我才发现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之前 之后也可以出一期 关于金钱的一个视频 来跟大家唠唠唠嗑 来跟大家唠唠嗑 而且 然后也会出很多 也会出一些视频 关于 发怒怒火这个东西 和自我关怀 关怀自我关爱 出这些视频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 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个人经历 你喜欢看 就可以看 不爱看 那就关掉 也想让大家知道 我这么一种声音 我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 我也是个普通人 但是 知道另外一个普通人的 知道 就是观众知道一个普通人的心声 其实也 就是等于说在窥探这个人的生活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事情 而且 如果现在 如果现在看 就是如果以后 看我这些视频的人 觉得他也经历过 我经历的 他也采过我采过的 可能他也有我的一系列的问题 就是他和我经历过一样的问题 或者是有过同样的缺点 或者是什么样 都可以借鉴一下我处理的方式 就是或者是可以validate他们的 可以validate中文是什么 就是可以validate他们的经历 就是可以 就是我的经历在那边讲完之后 就可以让那些同样的经历的人 告诉他们 他们不是一个人 让他们觉得我们这种人是一个群体 就是怎么说 你不是一个人 每个人都 就是只要是人 人都会犯错 不要因为过去的这些错误 而去定义你自己 你的人生一直都在往前走 你不要让过去发生了任何事情 去定义你自己 就是过去如果做错了什么东西 就改嘛 从中吸取教训 慢慢的变好 慢慢的改正就可以了 不要太 嗯 不要灾难化自己所犯的错 自己所 所吃的亏 所跳的坑 我们都不要这样子 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在学习 这就是个人成长的过程 不是吗 就是你不是一个人 我也在犯错 而且当你犯错的时候 我希望你可以想起我这么一个人 我在陪你一起犯错 你不是一个人 不要太苛责自己 我在这边给你力量 嗯 而且我觉得出这一系列视频呢 其实也有个好处 就是供大家 会心一笑 因为娱乐大众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公益 我自己 我这个人 我自己觉得我脸皮挺厚的 我不太 在 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作为一个不完美的人 免不了被人说 所以 这是一个很正常 这是 人类的很正常的经历 我也不太怕别人 议论我自己 po出来的这些故事啊 或者什么 什么东西 因为 顶多就是想法不一样 对吧 那这不代表我的想法 不是 valid的 不是真实存在的 那我的想法是这个想法 你的想法是那个想法 我们的想法都是真实存在的 不是吗 嘿嘿 所以 就当娱乐吧 娱乐大众 我的视频就当娱乐大众吧 娱乐大众就是公益 最后呢 嗯 这个视频结尾 我想说的是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 能拥有被人讨厌的勇气 因为人生到最后 真的与他人无关 至于自己和爱自己的人 还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也无关 嗯 爱你的人不希望你过得痛苦 他希望你好 所以你要活得好 他们才会放心 你想保护的人也只有你 你自己好了 你才能保护啊 不然的话你自己都不好 你怎么去保护别人 最重要的就是 走自己想走的路 保护好自己 关爱自己 自己都不好 怎么去爱自己爱的人 和爱那些爱自己的人呢 对吧 我们没有办法 作为一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被所有人都喜欢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别人不喜欢你不代表 你不值得被喜欢 总有一天你会找到 属于自己的群体 或者是也不需要属于自己的群体 总有一天你会找到欣赏你的人 懂得你的人 那就是你的support network啊 那就是你的知识网络啊 那就是你的知识网络啊 嗯 就这样 嗯 我觉得到最后 女性的自由 女性的自由 性别的平等 最后的一个考量标准大概就是 考量标准之一大概就是 看女性能不能自由的活出自我吧 因为现在社会对女性有太多的枷锁了 很多都是道德枷锁 所以有些标签真的 应该一点点死掉 好 目前就是这样 但是我最后很想讲一个 我一直都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 嗯 一个quote 嗯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权主义者 是Audrey Lord 她真的是我的偶像之一 嗯 我特别喜欢她的一个quote 就是说 I'm not free while any woman is unfree even when her shackle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my own Audrey Lord 她真的是我的role model之一 我很爱她写的东西 我很爱她的思想 我很想成为她一样优秀的女性 真的非常非常地像 我特别她她她说这句话是我最喜欢的女权主义者 她女权主义的一个quote 一个名言 因为 我觉得女性这个群体是一个共同体 当一个女性被受到 就是当一个女性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觉得她 那个伤害她的人也在伤害我 伤害我这个另外一个女性 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会成为你一个被伤害的女性 就是我知道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女童她 她没有办法去接受我现在接受的教育 所以她的shack和她的那个链锁 她的那个枷锁和我是不一样的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是一类人 我们都是一类人 女性是一个共同体 当她的教育资源被剥夺 当她的人权被剥夺 就是 当她的人权被剥夺 当她的个人权益被剥夺 当她遭遇性情 当她遭遇性骚扰 当她没有就业机会 当她生活在一个非常男权 只能为 当她生活在一个非常男权 当她的性别 不被认可 当她仅仅是因为性别是女生 而不为社会或者是周遭人 或者是甚至她家人认可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是那个她 我都是那个被伤害的女性 所以这个句话 就是因为我本科其中有一个俯修是 女性与性别权益 自从我 自从我读到这句话之后 这一直都是我的 就是 It's a quote that I hold so dear to my heart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译 就这一直都是我的 引以为 人生价值观核心的一个 核心之一的一个名言 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 我可以去解开 或者是解锁更多女性身上的各种加速 撕掉更多女性身上的那些不必要的标签 我也希望从我做起 从关爱身边 从我做起 从关爱我身边每一个女性 每一个我认识的女性做起 开始 开始去尽自己的一份力 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 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 作为一个社工 以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身份 以及以一个未来律师人权 人权律师的身份 我就希望 能够去负权负能 去帮助 去empower 更多的女性 因为我知道在帮助他们 在负权负能他们的同时 我也在帮助我自己 也在负权负能我自己 嗯 就这样 今天录的有点emotional I don't know why 就今天有一点情绪化 但是 因为我讲的都是心里话啦 然后 今天就到这儿 三八妇女节特级 谢谢大家听我 碎碎念 然后 希望 以后我的一系列视频可以 嗯 大家如果想看就看 不想看就关掉啦 好今天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